3C產品的問題 我發現現在因為其實 你說3C產品對於 尤其是正在成長階段的 青少年或兒童 現在我們看到連幼兒 媽媽安撫小孩的工具 居然是放個手機在他的面前 放個這個iPad在他面前 你就會發現開始有點擔心 因為小朋友其實他是被動的 吸取這些畫面 有時候這些畫面出來 他是會有一些暴力的 他是會有一些影響的 那麼你會發現說 尤其是最近有很多的 社會當中的一些比較 比較讓人覺得 非常難過的一些社會案件 其實這些主事者 其實他們都是因為 看了某一些3C的東西 成為所謂我們畫面當中 或者是我們常常口中講的 宅男 他接觸的他沒有跟人際關係的接觸 他接觸的是一個非常冰冷的電腦 那冰冷的電腦可能就告訴你說 你玩怎麼樣的遊戲 我可能打多少的壞人 殺的他什麼騙假不留 但我還可以得到一個獎賞 他把這個部分運用到 真實世界當中了 產生了很多的社會問題 你怎麼看這一點 對 疫情講得非常的好 因為其實您知道 其實我剛剛談到就是說 現在的青少年的 情緒問題很大 那其實在我們診間 您猜就是大部分人來的人 也很多都是怎麼樣 對 動不動就生氣的 是 那什麼原因造成小朋友生氣呢 我們發現很多人是怎麼樣 長期使用這個手機 成癮 對 因為他如果習慣於 這樣的聲光的刺激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他今天按個按鈕 他很快的就有一些回應 對 那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有沒有辦法 立刻我要一個東西 可以得到呢 很難嘛 對 對 都要等待 可是這樣小朋友是養成 這樣快速回路的行為 在習慣的時候 怎麼樣 他到現實生活 很難被延宕滿足 沒錯 所以他怎麼樣 自然而然一不如意 一不合期望 就很容易暴躁 我昨天還有門診的小朋友 把他的媽媽 打到整個全身是瘀青的 幾歲的孩子 就是只是國中生 你就覺得 是女生 所以你還覺得 這怎麼回事 然後他會一問 果然又是手機闖的禍 那這是一個 造成情緒的影響 那您剛提到一個很重要 是虛擬的世界 對 我們現在小朋友 大部分人在發展 這些同儕關係 他會在網路上去發展 對 可是網路上的發展 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一般像您跟我互動 我會看您 您看我 我會去了解說 我現在這句話 是不是可以回答您的問題 或者說您現在情緒狀態是如何 那這個部分有一個交互影響 你會慢慢學會查研觀色 可是呢 你在網路的互動 就缺少了這個部分的人際的互動 因而你很難去了解 別人在想什麼 或是別人的期待是什麼 所以這樣的一個 虛擬的人際關係 就會讓他 可能真正到現實的生活之中 很不了解怎麼樣尊重別人 甚至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像很多的社會案件 比如你剛剛提到很多人 誤以為自己是這個 可能虛擬遊戲中間的人物 爛開殺戒 譬如說之前在美國 對 可能這個拿槍出來 就到處掃射 對 這樣的案件 那在台灣慢慢的也發生了 這令我們著實擔心 所以其實這個我突然回想到 這個學生時代 我們當年 我在大學的時候 不好意思 直接透露年紀我是無妨的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手機 我們當時還在BB Call 是 就是說有人Call你 有BB Call很炫喔 但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真的從最早期的 像水壺一般的大課大 一直到現在其實又輕又薄 然後就是一個掌上型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交... 應該是說通訊的工具 他有可能成為最重要的 犯罪的根源喔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是 讓我們很多當家長的 非常的憂心